大家好 其实所有人都感觉到中国山雨欲来 习包子感觉到已经是石头牛都纳不回 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所有人都看了见 就是习主席不知道是哪个进搭错了 他明明知道土工中国这几十年来是靠美国发财的 没有美国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共产党的局面 也明明知道土工离开了美国很快就会回到赤贫社会 他也是吃过苦的 毛泽东时代反美反的是乌洋乌洋的 跟苏联搞得是个人良好 最后被苏联反手一击 中国的经济那么差 习近平他们这一代人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 他知道这个事情 为什么现在还要跟美国死磕呢 还要恨不得美国要跪下来要舔他才行 就感觉他已经失去理智了 这个东西呢 我今天听到这个北京这边呢 有人呢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度的分析 这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思考的问题 所谓的改开改开啊 其实就是跟美国搞好关系呗 哪有什么其他的 在共产党他也没有价值观呢 是不是 邓小平说的是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我看那个刘俊连老师天天在那里分析 其实没什么好分析的 就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 他就是会怎么想 所以这个问题 邓小平最大的一句话 他就是最大的 这就是白猫黑猫的所谓的理论 根本就不叫什么理论 就是一个人在没有价值观的情况下 他就一定就是把钱当成最大的价值观 有钱赚就行 所以今天的中国的社会都是这样子的 两个人之间打交道合作 看有没有钱赚 是不是 完了以后这个两口子啊 谈恋爱要结婚了 有没有钱 没钱咱别谈 是不是 钱是中国这个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价值观 这是邓小平时代搞起来的事情 这个凡是以前为价值观的人 这个日子是过不长的 这最好的现象就是夫妻之间 你这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如果我看你们家有钱 我就嫁给你 这绝对是不行的 因为人有的是有旦夕货 是不是 你如果是家里拜诺了呢 你日子就不过了吗 难道你就是去跟别人跑吗 而且你到时候你年纪的大 你想跑也没人要你呢 你看那个余华的活着 是不是 这个福贵家里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 他赌博拜光了 哎 你会发现里面的这个福贵的老婆 就是拱立眼的那个女性形象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家族 这个因为家里出了个败家子 完了以后把家道拜光了 一家人都已经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就因为这样的家庭的巨大的变故 就离开福贵 就把这个家里就不要了 没有 为什么他没有呢 因为第一呢 那个时候的人虽然也看钱 但是还是觉得总归有个家吧 也就是说在把这个家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最最悠久的这一个现象 他构成了一个价值观 所以我们称之为家族文化嘛 是不是 所以把家族文化作为一个价值观 放在了钱的这个重要性之上 所以虽然家道拜落的 这个拱立眼的那个女性并没有离开福贵 并没有 而且福贵去打仗去了 她还在家里照顾她的老母亲 给她把孩子 两个孩子 把她的孩子带大 你说是不是 她这样子的 所以在最不济的社会里面 中国人是靠什么活下去呢 是靠对这个家族的热爱 是靠一个人对家族的这个责任 那维系下去的 像我这种人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家出生太贫寒了 是不是 我父亲那一代人也没什么机会 但是我父亲有个很重大的这么一个价值观 深深的影响我 就是他对整个家族的责任 我父亲在我们家里面算是很优秀的人嘛 他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 他都照顾的 他一辈子 他几乎把他所有的家里的 他的妹妹啊 他的弟弟啊 还包括我们他自己养的几个孩子 都照顾得好好的 好好的 尽他的所有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他人生最大的盼望就是希望这个家族兴旺 哎真的到我这代人我还是这样的 我有两个妹妹 我也是把他们照顾的挺好的 让我两个妹妹不仅给他一点点启动资金 而且告诉他们怎么样做生意 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工作 我是典型的叫做什么呢 基于家族的这么一份责任 就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 我没有直接给他太多的钱 也给 没有给钱 他们哪有启动资金 哪有 没法干活 是不是 但是更多的要告诉他怎么赚钱的方法 要靠自己努力 在这方面我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 真的 所以你想想吧 为什么习包子 他明明知道我们是靠这个美国发财的 是不是 中美关系如果变坏了 就会回到赤贫的时候 他还要跟美国死磕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习包子的价值观 他是把钱作为一个终极价值观 而美国这边的价值观呢 是把民主自由人权 这些东西作为价值观 他形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价值冲突 而美国人呢 特别喜欢当教师爷 特别想把习包子把他拎起来 是不是 把他拎起来 让他知道什么叫人权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做文明 希望习包子能够上个台阶 这是美国人的愚蠢之所在 因为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价值观的 改变不了的 真的很难很难很难 但是习包子呢 觉得自己的价值观牛逼哄哄是吧 一个是金钱价值观 一个他还有一个 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一个国家的价值观 当国家的这么一个民族主义的价值观 民粹主义的价值观 加上金钱价值观 他搞在一块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充满了自信 他现在是什么呢 是希望这个 美帝国主义 希望美国的那帮政客能够听他的 是不是 我的价值观比你高级 你他妈那套东西我不认 是不是 你都听我的 所以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两个国家就打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石头流动 纳不回 习主席是不会听美国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 你如果你要思考的话 你会发现你去思考习近平是没意义的 他有眼不尽 是不是 他怎么 你就像现在你去跟中国的那些小姑娘 你去跟他讲 哎呀年轻人呐 不要谈钱呐 钱很重要 但是钱不是万能的 是不是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绝对不行 所以他家人 他基本上就卖 卖 就把自己卖了 卖个好价钱 这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 他就这么想的 是不是 你跟他讲道理说明你证明你愚蠢 现在中美之间真正愚蠢的不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的价值观很接地气 我他们就是钱 是不是 你美国人你不是想从中国赚钱吗 你执行的你美国人从我中国赚了多少钱 你跟我说说吧 你敢承认吗 所以有人说 习包子离开的美国不能活 那反过来美国离开的中国 离开的细胞子也许也不能活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思考的话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 你去跟习近平思考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为什么 我一说起中国的事情 说起细胞子的事情 我就各种段子各种恶搞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思考美国 美国为什么沦落到 这么一个所谓的地上的一个世界警察 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沦落到被习近平这样的文盲 拿在手上反复的碾压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拿人钱财 你要提认消灾 就是你怎么能够跟共产党中国这种货色 你去做生意呢 你不是开玩笑吗 是不是 我曾经写过大量这样的文章 就是这个我跟大家念一念啊 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给出一个预言呢 如果美国这样的以基督信仰为民情秩序的国家 不与中国这样的掠夺流氓经济模式完全脱钩的话 美国很快就会应该他们的大衰败 这就是今天的情况 你必须脱钩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你 你一个信仰上帝的国度和一个迫害上帝的国度 你就不应该在一起做生意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巨大的智慧 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够在一起合作的 如果你要合作 你放心你最后一定是细胞子的手下败奖 这话说实在很多人可能不高兴 美国到时候中国没有垮 结果美国垮了 就这么吓人 所以我说理所当然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那些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 如果不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 改变自己的经济的结构 改变自己的经济的战略 不对自己的价值观构成一个基本的损失的话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废墟 所以那些没有基督信仰民情传统秩序 作为前提条件的国家所推行的市场经济 无一例外都是把钱作为重要的唯一的价值观 是不是 然后你会看到大政府小市场 大政府小社会一党独裁 所有的财富都流到政府和官员的腰包 财富是一堆数字 一堆用来炫耀的外汇储备 而不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消费品 民间的市场力量不断被打压 民众自我积累的一点财富 不断被政府的货币政策稀释 贫富悬出极度严重 政府官员极度腐败 一个号称市场经济的国家 完全没有必要的法制系统 所有的法律条款都形同虚设 官僚意志大于一切 整个国家和整个经济 居然完全听从于一个对经济一瞧不通的 习包子领袖 所有人都疯了 是不是 为什么呀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价值观的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问题 是价值观的冲突 哈耶克老师说是观念大战 美国和中国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去跟习包子讲道理是没用的 一点都没用 所以今天的习包子中国是个黑社会模式 那我说我是真正系统阅读过亚当斯米国富论的人 必然知道他对重商主义进行过深刻的批判 对这个以前为价值观的所谓的政府经济的模式 构成的严重的批判 真正的自由经济市场的兴起 事实上是从亚当斯米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和反思开始的 所以我们要指出一个经济学的事实 中国经济就是典型意义上的 就是金钱崇拜 重商主义 并且表现出一种非常清楚的黑社会的经济模式 而美国的今天的经济也是一种重商主义 也是一种金钱崇拜 表现出一种这个非常短期的出卖自己的价值观 与流氓地痞交换口水的这么一种模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